大家好,我是Stan 4月5号,时隔4年已经去POMNIAORENGOWER回归的PIGBANG 目前连续11周,维持着韩国姻元榜的首位 甚至昨天在MCOUNTDOWN也拿下了一位 让很多网友们都觉得很神奇 网友们觉得很神奇的地方是 第一,昨天MCOUNTDOWN的一位候补士 PIGBANG的POMNIAORENGOWER与IPU的LOVEDAIBU 而PIGBANG以专辑0分,MN放送0分的情况下拿下了一位 第二,PIGBANG是2006年8月出道 IPUDA MANGNIAORENGOWER2007年2月出生 第三,昨天是非常珍贵的一场 二代IDOL与四代IDOL的对决 17年次的IDOL还能有这么多粉丝 这都是因为有理由才会有那么多粉丝的 太棒了,真的 大中性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都是因为歌曲好听 还在听他们的歌 这个国家怎么有这么多狗猪呢 看留言的话每天都会有算PIGBANG的留言 不喜欢就必要看呢 真的好神奇,你们都没事做吗 你如果对你周围听PIGBANG歌曲的人说 你是狗猪吗?的话 你自己才会被当成白痴的 再次恭喜PIGBANG的一位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二三代团 继续能跟四五代团一起活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QINGDOM第三集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昨天的第三集 播放了 五十丛女 意大利丛女 Brave Girls的刻薄舞台 首先第一场是 五十丛女表演了 妖家庆古 Dolkerigo Na舞台 中树式风格的开头 华丽的刀群舞 忍忍的高音 夏天的Duo Part 2 是完美展现了 五十丛女魅力的舞台 但是因为编曲与原曲的风格 有180度不一样 所以对五十丛女舞台的 网友们反应 也是非常两极化 清唱很厉害 但是歌曲与风格一点都不搭 选曲有点遗憾 能看到他们另外一面是很不错 但是有点慌乱 没有很强烈的印象 孩子们的能力都那么好 编曲太遗憾了 Dolkerigo Na要走灰暗的风格 歌词也未免太正面了吧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为了不让联想到原曲 所以在编曲下了很大的功夫 感觉非常好 就是因为这样 大家的反应才会这么不一样吧 因为以五十丛女的风格 重新做了演绎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不就是为了想看新的一面 才看cover舞台 如果一样的话就没意思了 没想到五十丛女会唱歌的成员这么多 唱高音的四个人都太棒了 第二场舞台是 意大利索女表演的 Sista Seki 在这个舞台 能看到平常很少见的 意大利索女非常开朗可爱的 音乐剧风格 以及变化无穷的舞台服装 在第一次纪念 因为不得已的情况而弃圈的 意大利索女 能看出来真的是有彻底的魔刀 舞台非常可爱 一直都笑着看完了 我个人觉得是 今天的表演当中最棒的舞台 有很多看点 可爱的舞台演出方式 丰富的表情变化 混合在一起 真的看得很过瘾 对于不太熟悉 一代的成员的我来说 上次跟这次的舞台 都表演得非常聪明 我用了多成员的优点 真的希望能借这次机会 像Omega一样的走红 听说这个舞台 在现场的时候反应更好 影片中未能呈现出来 有点遗憾 因为没有像Sista那种 爽快爆发的高音 所以感觉有点平淡 但是五代工程都非常好 第三场舞台是 Prave Girls表演的 Kepler Musk 因为Kepler是出道 没多久的新人 所以对Prave Girls来说 可以cover的歌曲 选项确实是很少 实际上表演的歌曲 Mask对于观众们来说 也是非常生疏 但是这个生疏 反而变成了优点 昨天很多观众们都觉得 Mask就好像是 Prave Girls的收录曲一样 舞蹈也是 服装也是 都获得了非常多网友们的称赞 虽然在准备过程中 成员们因为确诊新冠肺炎 所以不是百分之百的状态 但是足以打破 第一场竞演给观众们的印象了 将Curve Girls完全做成自己的歌曲了 没看留言先看了舞台 真的很适合 感觉这就是他们的方向 希望以后能出这种歌曲 哇 清唱实力太好了 整个舞台都变得很时尚很华丽 真的表演得很好 唱得很好 编曲也很好 是让我们再次看到 Prave Girls的潜力的舞台一样 对了 我看到有很多留言问 能在哪里看到整集的Kindom Tour Mnet 如果你在韩国 华语圈的话 目前可以在LINE TV上看 我会把网址留在资讯栏上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